你現在想要Defail你最懷念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最懷念應該是過任務的時候吧 因為就是很少有地方可以真的把 就是一群朋友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真的完成一個東西 可以就是忘掉你所有就是不爽的事情 可以真的很用心去完成任務就是很開心 應該就是放鬆吧 畢業後就滿懷念這種感覺 在Defail可以做一些一般很不會去做的事情 就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其實也不會有人覺得你很奇怪 就是可以很放鬆的做自己 Defail沒有什麼太大的局限 就是可以跟朋友聊天然後講話 然後也可以跟老師打鬧很懷念這種感覺 籠子裡飛出來的鳥想飛去哪就飛去哪 可以很皮然後上課可以很開心 又可以把事情做好 在這裡可以有很多人信任然後很多人喜歡我 就是我做自己然後還可以讓很多人去信任我 就是感覺很棒 你很生氣然後就一直吞一直忍 總有一天你一定會爆發出來 在Defail老師教你做一些可以讓自己發洩的事情 磨練過後之後你覺得你擁有拿兩個能力 是你覺得蠻不錯的 在Defail讓我自己找到自己的優點 培養自己的自信很愛交朋友 在Defail玩過很多次遊戲 其實就很了解自己會什麼 然後別人比較會什麼 在一些分組報告啊寫作業啊的時候 就會知道自己該擺在哪一個位置 學習EQ然後認識自己 自己做錯事情的時候 就是怕承認自己的錯誤 就是常常會去怪別人 然後說都是別人的不好 在Defail團隊的一些任務 都會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 然後會自己去檢討 而不是去怪別人 我以前覺得我弟很煩 上一段時間後我就覺得還好 就覺得可以接受 他在學校遇到一些困擾 然後他還找我的時候 我會去關心他 在台上不會像別人那樣子 扭扭捏捏的講話 會很大方自然 然後很有自信的講話 當別人生氣的時候要怎麼做 然後那種問題 因為有上Defail 然後就很好回答 因為老師都會問我們這種問題 自己也知道要怎麼去解決那個問題 然後就比其他人還會解決 然後也知道 到底要做什麼 解決朋友情緒的能力 還有肯定自己的能力 在情緒管理的部分 比較會交朋友 然後也比較敢去問路上 不知道的人 我比較敢對陌生人講話 就是一開始幼稚園的時候 就是老師要帶我們出去外面 問路人的時候 我都很不敢 就是跟在其他女生的旁邊 然後跟他一起講 或是都不講話 然後等著我的利益進來 自我欣賞能力 現在我發覺我跟同學炒玩家 或者是炒玩家 我都可以到後面 我會變成好朋友 各自都比較懂得怎麼跟彼此相處 然後也都不會變成敵人 就是拉近彼此的距離 能快速去交到朋友 還有可以發現 別人和自己的錯誤 我現在就是 老師罵完我就回去做我自己的事 然後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然後以前的話 我就是會 老師罵完我就生氣 然後就去弄別人 然後讓別人一起生氣 陪我一起生氣 然後我才開心 我在Defair發現自己的優點 然後呢可以用在國中 甚至是很久以後 感覺整個心被療癒了 就發現快樂還蠻簡單的 以前我就都不會跟人家講話 然後生氣就是 就是自己生氣的氣 現在還可以交到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以前就是等別人來找我 到Defair之後慢慢就是 開始自己先去找別人 我都沒有辦法跟老師表達說 我不喜歡這個 我不想要做這件事 或者是我真的很討厭做這件事 自從來到Defair這個地方 我就能把我的委屈 或者是我不想做的事情 都跟老師講 然後跟老師或同學去協調 這件事就拜託你去做 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請媽她可能就會答應 我很滿意就是現在的國中生活 因為我可以很快去交朋友 然後平常可以跟他們去打球